桃园宋先生日前发现他饲养三个月的土狗妞妞不见了,经调阅监视器发现被一位男子骑脚踏车牵走,随后到桃园警察分局朴子派出所报案,索性在远景协助下载到邱姓窃狗男,妞妞今天才顺利回家。 警方调查,宋姓四主本月21日发现妞妞不见,调阅家中监视器,发现50岁球男戴帽子骑红色脚踏车,并把链在宋家门口的妞妞牵走,妞妞因年纪上又无力抵抗被拖着走。 宋姓四主心急如焚,立刻向警方报案,昨天下午送的有人告诉他,发现有一只长得很像妞妞的小狗在邱静男子家中旁边还停放邱犯案时骑的脚踏车,远景获报后,汉宋到场了解,确认是妞妞无误。 邱起先不承认犯案,直到看见监视器画面,才坦承犯案,并向警方公称,他因想养狗刚好路过看见绑在空地的妞妞很可爱,趁无人时才将狗狗硬拉走。 警方侦讯后一切到最前将邱移送侦办,邱南骑乘脚踏车,硬是将别人饲养的小狗牵走。 记者李金生翻社分享,邱南骑乡养狗硬是把图狗又妞牵走。 记者李金生翻社分享。